汉塞尔和格雷特尔 在一片大森林的边上 住着一个侨夫和他的妻子 他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男孩儿叫汉塞尔 女孩儿叫格雷特尔 侨夫的家里特别的穷 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尽管他很努力的干活 可一家人还是过得很艰苦 有一年全国大旱 家里更是揭不开锅了 一天晚上 他躺在床上 想着这艰难的生活 怎么也睡不着 他说 哎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两个可怜的孩子 总也没吃饱过 妻子在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他对丈夫说 明天一大早 我们就把孩子们 我们就把孩子们带到森林里去 把他们扔在那儿 给他们生一堆火和一片面包 我们借口干活离开他们 这样他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们就再也不用养他们了 乔夫听了 乔夫听了 这怎么行 他们是我亲生的孩子呀 把他们独自留在森林里 会被野兽吞下去的 妻子大叫 那么我们四个就一块儿死吧 被活活饿死 乔夫虽然不舍 可禁不起妻子的软磨硬泡 最后还是答应了 汉萨尔和格雷特尔 躺在床上都没有睡着 因为饥饿 让他们无法入睡 他们听见了父亲和继母的谈话 格雷特尔吓得哭了起来 亲爱的汉萨尔 我们该怎么办 在森林里我们会迷路的 汉萨尔安慰小妹妹说 别怕 我会有办法的 等父母睡着后 他悄悄地打开了门 来到屋前的院子里 月光下 许多洁白的小石头 闪闪发光 好像钻石一样 他蹲在地上 捡了满满的一口袋 才回到床上去睡觉 第二天天不亮 他们就被继母叫醒了 蓝鬼快起床 我们要到森林里去砍柴了 他撒给两个孩子 一人一片小面包说 这是你们中午的饭 如果提前吃了 就等着挨饿吧 然后他们就出发 向森林里走去 汉萨尔一边走 一边偷偷地 把小石头扔到路边 到了森林深处 父亲对他们说 孩子们 去拾些柴火吧 我给你们点一堆火 不然你们会动着的 汉萨尔和格雷特尔 很快拾来了干柴 堆得好像一座小山 当父亲把木柴点燃时 继母说 哦 孩子们 你们就躺在火边休息吧 千万不要乱跑 等我们砍完柴 就来接你们 说着就走了 汉萨尔和格雷特尔 坐在火堆旁边 听着附近传来砍树的声音 渐渐地睡着了 当他们醒来的时候 月亮已经爬上了树梢 否则砍树的声音 还没有停下来 他们以为 那是父亲在砍树 就去找他 其实呀 那是被父亲 绑在树上的一根树枝 被风吹得 不停地敲打树看 而发出的声音 格雷特尔哭着说 我们怎么才能走出林子呢 汉萨尔安慰他 别哭泣 格雷特尔 上帝不会抛弃我们的 他拉起小妹妹的手 沿着他撒下的小石头 向家里走去 洁白的小石头 反射着月亮的光辉 好像钻石一样的 闪闪发光 他们在森林里走了一夜 终于在天亮的时候 回到了家中 没过多久 乔夫家里的日子又艰难了 一天夜里 狠心的妻子不死心 对他说 家里只有一个小面包了 孩子们必须走 不然我们都得饿死 乔夫不忍心就说 那么 这个面包就让你和孩子们吃吧 妻子听了 大声地责怪他 你会饿死的 如果那样 谁来干活呢 明天 把他们带到森林里 更深的地方 如果他们能回来 我们就留下他们 乔夫也没有办法 第一次让了步 第二次还得让步 他们的对话都被孩子们听见了 因为饥饿 让他们难以入睡 等大人们睡着以后 汉塞尔又想打开门 像上次一样 捡些小石头 用作记号 但是 继母已经把门锁上了 她只能走一步 算一步了 第二天天不亮 继母就把两个孩子叫了起来 懒鬼快起床 我们要到森林里去砍柴了 说完 分给两个人 一人一块小面包 然后 他们就出发向森林里走去 一路上 汉塞尔把面包在口袋里捏碎 偷偷地撒在沿途 他们在森林里 更深的地方停了下来 孩子们 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父亲给他们 升起了一大堆的火之后 继母说 孩子们 你们在这儿休息吧 千万不要到处乱跑 困了 可以躺下睡觉 等我们砍完柴 就来接你们 孩子们饿了 哥雷特尔就把自己的面包 分了一半给哥哥 因为 汉塞尔的面包 撒在路上 用来做记号了 他俩坐在火堆旁边 很快就睡着了 等他们醒来 等他们醒来的时候 天色早已经黑了 可是 也没有看见父亲和继母 来接他们 哥雷特尔急得哭了起来 汉塞尔安慰他说 不要紧 我已经在路边 撒下了面包屑 等月亮升起来 我们就沿着面包屑走回家去 月亮升起来了 他们准备寻着记号回家 可是 路边的面包屑都不见了 原来 他们被森林中的鸟都灼光了 兄妹俩急得大哭起来 大森林的夜晚 是非常可怕的 猫头鹰 蝙蝠 在树丛中 飞来飞去 不时的还传来狼的嚎叫声 这对小兄妹 坐在一棵大树下 心里也害怕得要命 群身都在瑟瑟的发抖 他们在森林里 也转了两天两夜 还是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一路上 饿了 就采树上的野果子吃 冷了 就紧紧地抱在一起 相互取暖 第三天早晨 一只通体雪白的鸟 站在枝头 隐行高歌 它唱得非常动听 兄妹俩 不知不觉地 就跟着它走了 他们走到一所小房子前 鸟儿飞过去 停在屋顶上 他们闻到香喷喷的气味 仔细一看 原来 房子的屋顶 盖的是蛋糕 墙 是用面包做成的 而窗户 竟然是一大块 亮晶晶的糖 汉塞尔说 我饿坏了 我要吃一小块屋顶 格里特尔 你可以吃窗户 它的味道一定美极了 说完 它掰了一塌块的屋顶 而格里特尔 则站在窗外啃窗户 突然从房子里 传出一个声音 啃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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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啃我的房子呀 兄妹俩答道 是风啊 是风 是天堂里的小娃娃 它们继续吃着 真香啊 汉塞尔又掰了 一大块的屋顶来吃 而格里特尔 则敲了一大块的糖玻璃 坐在台阶上 咯吱咯吱地啃了起来 这时 从屋子里 走出了一个 红眼睛的老婆婆 主着拐杖 非常和蔼地 对孩子们说 多可爱的孩子呀 你们怎么会来到这儿呢 一定饿了吧 快进屋 这儿有足够多的东西 让你们吃 说着 红眼睛的老婆婆 领着他们来到屋内 屋里的小桌子上 摆满了 有各种好吃的 牛奶 花生 苹果和油炸 面包圈 汉塞尔和格雷特尔 吃饱了 然后 躺在两张白色的小床上 进入了梦乡 原来 这个老婆婆 是个邪恶的巫婆 她经常装成 很和蔼的样子 来骗小孩子 然后 再把它们吃掉 虽然 巫婆 红红的眼睛 看不了多远 但是 她的鼻子 能够闻到 几公里外的气味 当汉塞尔和格雷特尔 走到附近的时候 巫婆 阴险地笑了 得意地说 又来了两个 美味的小东西 我可以仔细地 品尝一下了 为了能捉住两个孩子 她专门造了 这座面包房子 来引诱他们 第二天天不亮 巫婆就把熟睡的 汉塞尔 关进了马厩 并对格雷特尔说 小东西 快去给你哥哥 做好吃的 我要把它养得 又白又胖 然后吃掉它 我可不喜欢瘦骨头 太割牙齿了 格雷特尔 伤心地哭了 可是 这并不能打动 巫婆的心 她只能按照 巫婆的旨意去做 每天给可怜的 汉塞尔 做着各种美味 而自己却只能吃 巫婆吃剩的饭菜 每天早晨 巫婆都要到马厩里去 看看汉塞尔 长胖了没有 她说 小家伙 把你的手指头伸出来 让我摸摸 你长胖了没有 汉塞尔便递出一根小骨头 让她摸 巫婆的红眼睛 看不清楚 就信以为真了 一连几天 老巫婆摸到的 都是一个瘦瘦的汉塞尔 渐渐地 她失去了耐心 终于有一天 她决定吃掉汉塞尔 这天清晨 她对格雷特尔说 小懒骨头 快去提水 今天我要把汉塞尔宰了 煮着吃 不管她是胖是瘦 味道一定不错 格雷特尔悲伤地哭了起来 上帝呀 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宁愿被野兽吃掉 也不能去提水 煮自己的哥哥呀 老巫婆恶毒地说 住嘴 你动作给我快点 我还能分点汤给你喝 她用鞭子抽打着格雷特尔 逼着她架锅烧水 并往锅里添满了水 老巫婆把烤炉的门打开 指着熊熊的火苗 对格雷特尔说 爬进去看看 火旺不旺 我们要烤些面包吃 她想等格雷特尔爬进去的时候 把门关上 把小姑娘烤了吃 可是 格雷特尔识破了巫婆的阴谋 她说 婆婆 我不知道怎么样进去 你告诉我好吗 蠢东西 门开得这么大 连我都能进去 老巫婆说着 就把头伸进炉子里 格雷特尔用力一推 老巫婆就掉进了烤炉里 她迅速关上炉门 老巫婆在炉火中惨叫着死去了 格雷特尔跑到马厩 把汉萨尔放了出来 兄妹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又笑又跳 庆贺他们重新获得自由 他们来到巫婆的小屋里 墙角里堆满了金币 汉萨尔和格雷特尔 把衣服上的口袋装得满满的 我们回家去吧 他们手牵手走在森林里 最后在一只小鸟的带领下 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他们的继母已经死了 父亲将兄妹俩搂在自己的怀里 说再也不和他们分开了 汉萨尔和格雷特尔 把从巫婆那里拿来的金币都给了父亲 从此 一家人再也不用挨饿了 他们愉快地生活在了一起 皇爵炬 王爵尔和格雷特尔 二夫人 王爵尔和格雷特尔 人词